搞了测搜,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韩国瑜 造神一时爽,一直造神一直爽 当你发现市场上的自己逐渐失去价值什么都不剩 别担心,你还可以学学学胜 只要还有张嘴,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东山蹭起 我举一个刚刚五分钟前发生的事情 韩国瑜刚刚上来的时候,他说他要掉掉 我前面有个加油站 都是没问题,我们就开进去 还进去要借洗手间 旁边有几个正在光芒家的公务生抬头一看 你不是那韩国瑜吗 你不是那韩国瑜吗 他问,总统你怎么来这里 他说我来这个洗手间 所以这种韩国瑜的魅力所在大宋,对不对 震撼但重大发现 快讯,不然来韩国瑜会借厕所 韩光无力到了韩总身上就变成迷人魅力 只要你够唬烂,连尿都可以是神圣的 学圣,我说你桃园市长落雪后,真的成长了不少啊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那我一天喝2000cc可以尿7次 3次加油站,2次麦当劳 1次流动厕所 484比韩总更庶民 更有魅力,更有资格出来选总统 当你发现他说着完全不符合我们现在时空背景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人不是时空穿越就是在骗你 那人经济的成长,是在稳定的成长啊 我们争扶就是小,如果还认为宇宙无法征服的话 那个人还真是,真是个草包啊 轻食夫妻就是狂,政客淡化剧情比科幻小说还离奇 征服宇宙这种小事我早就信了 不管韩粉还是背骨粉,只要能养出脑粉就是好粉 苦烂久了有人信就能成真 祝福我们的韩国瑜总统 钢票当选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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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你,谢谢 临时起意的,谢谢,谢谢 怎么样 好好笑啊 你也太可怕了吧 他是高崇领主,立足台湾政府宇宙 他是台湾领主,带领党员 一时无忧,这是唯一部分蓝绿的手游 自创武学部劳工,全职双性真评权 发脸交流蜜娘员,感恩领主赞叹领主 现在就下载雪英领主 连鼠截止 总统大选剩68天 各阵营的布局进度也都87%了 因为总统候选人连鼠日,在11月2日截止啦 除了收割女皇蔡英文跟宇宙司令韩国瑜外 还有哪些人确定参战呢 请特派记者来告诉我们,是尖 哦,没有 你以为我死掉的吗? 没有,对 你以为我的台湾精神没有的吗? 所以这个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秀莲退选项被霸凌 台独今孙都配合演戏收编 喜乐岛的高龄水鬼大队 蔡英文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原本要代表喜乐岛参选 无奈有效的连数书不到14万份 连最低门槛的一半都不到 只能被迫退场 但我想最开心的不是小英 而是躲在直播的脸黄 华语啊 民进党的布局总是这么难看 但别忘了泛滥政治喜剧产业链 我觉得年纪要有梦啊 一毕业就为了学代 吐不了身 Many months later 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 这是非常遗憾的 那连署具体的这个目标 就是大概四成不到 杨世光的好朋友们 你们可以百分之百的放心 我不会把你们的个人资料 交给国家机器 在以大局为重的条件之下 那应该新党会是支持 这个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 韩国瑜宣正 说好这边应该要难过激动的 结果确实一脸轻松杀青收封 你们真的当选总统是来玩的吗 八组登记联署参选正副总统的被联署人 一直到送进截止之前 只有一组来缴招联署书 但还是没有达到保证金的最低 标准14万份 换句话说 这八组的保证金100万 都得通通没收 八组候选人 唯一交的联署书还只有67份 台北车站公读妹妹一天发的都比你多 总统保证金100万 你们不要可以捐给我谢谢 谢谢谢谢 只要三秒钟 滑鼠移到右下角 目前订阅365300 底下刷一波六邦中华队加油 苏花改 我相信在明年春节前 一定给我们东部的民众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我们苏花改的通车 随着2020大选战局进入白热化 韩司令开着韩粉坦克 持续朝总统府前进 蔡统领则是在任期的第四年 吹着口哨开着收割机 苏花改全民排九线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 2011年开始动工 苏花改工程结弯曲之后 让往返花东地区的民众可以减短车程 历经八年后 终于要在选前六天1月5号完工 第一条爱河整治的工程历经了 光与云洋金从徐水德苏南城无尊义 最后由谢长廷收割 朱立伦2010年提出的三环三线 新北市民早就堪破只能在梦里相见 一个苏花改 历经了马政府的规划 七年多的施工 最后也是由小英全部包鬼 只要捞得到选票 政客就胡乱开票 2016年蔡英文的20万户社会住宅 已经加码到要第八年才能完成 因为在她的心里早就已经连任了 要不然支票开越大 将来票票的可能性越大 不管是地方还中央各项建设 都是国民两党操作的工具 带给东部民众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那个人不是马英九也不是蔡英文 而是奋斗辉汉十年的工程团队 谢谢 川普 人们常说无间不成商 商人都很会算计 但我看到因为不够经被桥调的郭爸爸 还有花了大笔银子乱开墙的川普大大 就再也不相信这个道理了 这花了57亿美金的墙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让你跨越边境玩敲敲板 让你爬上去打卡 但现在不止小孩挑战公权力 独销直接电锯一砍就把墙凿穿 这道理就像我拿200块的瑞士刀 还是能挖坏2000万的跑车一样 只能来欣赏他怎么可以破坏他呢 问题都不是武器值多少钱 超跑被挖都可以请警察帮你抓 你围墙被悔赶派人去跟独销输赢吗 我不敢我不敢 围墙防君子不防小人 合理推测川普是想玩无人商店那招 终极目标大概是想提升美墨两边人民道德标准 太伟大了太感人了 绝对不是为了骗票预算又不足 才盖这种够复杂围墙 如此理想又深远的愿景 不是我们这些没钱没权的庶民可以参透的 不过川普现在最该在意的不是围墙 而是由于乌克兰电话门深陷弹劾程序的自己 不知道的可以去老额特搜195几古个席 再一起为川普莫岛三秒 一二三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